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练习的是 卡尔卡西低大调的小快板回旋曲 在卡尔卡西的教本当中 低大调这个单元只有两首练习曲 一首是我们在上上一节课介绍过的原舞曲 还有一首就是今天要介绍的小快板回旋曲 那原版教材中只有小快板的标题 但是在英文版当中变成了一个回旋曲 Roundo的标题 所以在国内你能买到的版本当中 人民音乐出版社的版本 这首曲的标题仍然是小快板 但是在上海音乐出版社的版本当中 这首曲子的标题也变成了Roundo 变成回旋曲 因为这个曲子篇幅也比较长 重点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天只有这么一首曲子要练习 在开始练习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下重点提示 首先第一个就是节奏 这首小快板回旋曲的π号 和上一节课我们介绍的练习曲一样 是86π 八分音符为一π 每小节有6π 那么在这首练习曲当中 我们一共会碰到五种节奏型 我们依次的来做练习 首先是第一种节奏型 这是最典型的86π的节奏 六个八分音符 但是它是三加三的组合 重音在第一拍跟第四拍 所以每三个八分音符 我们就把它的符尾连在一起 这个节奏是这样数的 一二三四五六 好 看第二种节奏 第二种节奏在第四拍的时候 用了一个四分音符 那么在八分音符为一π的情况下 四分音符表示两拍的长度 所以这个节奏是这样数的 再看第三种节奏 第三种节奏和上一条节奏 有点类似 它是把上一条节奏的四五六拍 重复了一次 所以我们数数看 一二三四五六 再看第四种节奏 第四种节奏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也遇到过了 不点四分音符 在八六拍里面表示三拍的长度 所以这个不难数 每一个音符数三拍 大二三 大二三 大 大 最后一种 只有一个音符 是负点二分音符 负点二分音符的长度 就是负点二分音符 加上一个四分音符的总长 那么四分音符 在八六拍的情况下 八分音符为一拍的情况下 是两拍 二分音符 在八分音符为一拍的情况下 是四拍 所以负点二分音符 在八六拍里面 刚好完完整整的表示六拍 一个小节就放一个 所以我们数的时候 把音拖长六拍 大 数六拍 这五种节奏 你都会在这首练习曲当中遇到 关于弹奏上的问题 我们分段来讲 整首曲子分成A B C三段 A段要注意的是 横向手形转 纵向手形的时机 一开始 拉接升发 这时候是一个横向手形 当我们弹到升多的时候 要转回来 利用手腕手臂的运动 把手形转回来 才能弹好 升多 R 升R 这么一个半音阶 然后又来 拉接升发 然后转升多 转回来 这是A段要注意的 再来是B段 B段有几个三度音程 D MI RE F MI SO MI SO的三度音程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介绍过 本来是在一根弦上 我们用等音高的概念 在第二弦的五品上找到 跟一弦空弦同样音高的MI 所以MI SO的指法在这里 按照教材上的指法 这个边是要换把位的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 不换把位 将一三指改为二四指 来挑战一下自己手指的拉伸能力 但如果觉得很吃力 那你还是用一三指 但是要换把位 再来就是B段的重音位置 不要错乱 始终是在一根四拍上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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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音位置不要错乱 再来是C段 C段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调性的转换 调性的变化 和指法安排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好比C段 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还原都 把原来的声都 还原到本位音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从两个声级号的调 变成了一个声级号的调 也就是从D大调 转到了G大调 所以C段在进来之前 还是A段 好 A段结束在RA上面 我们用中指按 而且是在第二把位上 可是进入C段之后 普面上告诉你这个RA 同样一个音高 你要用四指 那这就意味着 你要从第二把位 回到第一把位 对吧 好 注意看 接下来这一段 接下来这一段 原本还原的多 又升了 虽然 普面上的调号是两个声级号 但是这里 还是写了升多 就是提示你 注意 转调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中间这一段 你的手的把位 慢慢又回到第二把位来 对吧 然后 接下去 以G大调来结束 所以后面所有的都 都还原 然后同样的RA 这个音高 普面上又告诉你 用四指 所以接下来 都在第一把位上 好 G大调结束 所有的都还原 好 所以 为什么我这么强调 调性的练习 因为调性的练习 它不只是 乐理知识上的问题 它跟我们怎么去设计 执法 安排执法 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各位在练习C段时候 一定要注意调性转换 和执法安排之间的关联 好 接下来是 整首乐曲的反复顺序 按照普例 我们谈完最后一个小节 就看到一个C扭的记号 那有的版本是写DS 有的版本写DC 这没关系 至少有个C扭的记号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 第一小节 从头开始 一直谈到中间的FINE B内那个地方结束 整首曲子 每个乐段出现的顺序 依次是A段 B段 A段 C段 A段 B段 我们可以缩写成 A B A C A B A 请记住这个顺序 因为等一下我会介绍 什么叫做回旋曲 好 最后是速度 这首练习曲 和上节课的练习曲一样 都是小块板 而且都是属于负拍子的 八六拍 那么这首曲子 我们就不可能用 一拍一拍数的方式 来体会它的速度 即便你每一拍数的都很快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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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听起来还是慢悠悠的 所以一定要用上一节课 我们教过的 数两大拍的方法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只要抓住重音就可以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好 当然再次强调 先用慢速练习 等你执法都熟练以后 要决定速度的时候 一定要数两大拍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来找到这首曲子 最合理的速度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音乐的曲调在发展过程当中 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段落 根据这些段落 它所形成的规律性 我们来找出 具有共性的格式 这就是曲式 曲式不是一种预设性的理论 不是说先有这个曲式 然后才有这些音乐 而是在大量的实践过程当中 音乐家们总结出来 有这样的格式 这样的规律 然后形成曲式之后 后面的音乐家 再根据这些曲式进行创作 那回旋曲的特点呢 它是基本的主题 或者我们叫做主步 它会多次重复的出现 然后其他的次要部分 再插入其中 或者我们称为这是插步 比如说主要的部分 A段我们称为主步 那么插步可以是B段 C段 D段 每次主步进行到插步之后 它就要再回到主步 再到新的插步 再回到主步 主步起码要呈现三次以上 才叫做回旋曲 所以插步至少要有两个 今天这个回旋曲的结构是什么呢 根据段路的顺序是 A进行到插步B 再回主步A 再到插步C 再回主步A 然后再次B 再回到A 所以构成回旋曲的一种曲式 很多大型的作品 比如奏鸣曲 交响曲 或者弦丝从奏整 套曲结构 大型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 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曲式 那回旋曲除了是曲式 它也可以是一种题材 关于题材的概念 我会在低大调另外一节课当中 再跟大家介绍 今天的彩蛋要请各位欣赏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吉他协奏曲 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作曲家是西班牙的华金罗德里哥 演奏者是吉他大师 约翰·威廉姆斯 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就是由回旋曲式 呼吸而成的 各位会听到 主步的动机不断反复的出现 记住这个旋律 三回仔细听 三回仔细听